到餐厅吃饭 当然我们会先看看菜单 看看菜色 同时也看看价钱 在美国有项研究 说饭店或是餐厅当中的菜单 藏有业者的小心机 他们知道客人要省钱 希望点小个短袜的 于是会推出各式各样的组合 优惠套餐 而这些恐怕都是业者精算过的 反而可能是他们利润最高的 就放在菜单的最上方 而且打上优惠价 让客人就做成第一选择 菜单一打开 各式各样的菜色五花八门 披萨 意大利面 炖饭 甜点 饮料 数一数竟然就有近百种可选 光是决定个前菜 就要将近五分钟 推出这样套餐 让你去好拿定主意 所以真的是要点套餐 会比较方便感比较快 真的不夸张 好不容易点好餐点了 已经花了将近半个小时 许多民众为了节省时间 常常就会选择业者搭配好的套餐 或是每日特餐 这些餐点不一定是最好吃或是最便宜的 但对业者来说 都是成本相对起来比较低的 套餐就是只有两个原则 一个就是说我的那个餐厅我比较好 好去整理我的材料 我好去买 我不会买那么多的食材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我今天要消我里面的库存 就有一个美国研究显示 饭店或是餐厅的菜单中 普遍藏有小心机 客人常常会为了省钱 磕一点特餐或是组合套餐 但其实这都是业者为了省成本 或是消存货的行销伎俩 还有一些小心机 像是利润最高的餐点 摆在菜单最上方 让客人第一眼就能看到 或是标上组合油 会加的字样 打完心理游戏 不然就是不标价格 让客人不自觉就花了 比预期还要多的费用 积极性的食物 那这个的价钱是最便宜的 那这样子可以拉低 我们的那个成本 原来业者在设计菜单时 跟客人打的不是数字战 而是心理战 推出套餐组合 让客人以为捡到便宜了 但其实都是利用当季食材 来降低成本 不然就是利用热门餐点 搭配成本较低的菜色 这样一来不仅能降低 业者的备料成本 客人还能吃到新鲜食材 冰煮尽欢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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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